1月30号起 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撤销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发出隔离令 为配合有关安排 香港医院管理局的新冠患者指定诊所及遥距诊证停止运作 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恢复正常服务 1月31号 重新设计者来到此前被列为新冠患者指定诊所的建立地城塞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看到门诊外墙上贴有通知 显明因政府新措施 该普通科门诊于1月30号下午时段全面恢复正常服务 诊所中张贴的告示也写明到现场就诊新冠病人的注意事项 工作人员介绍 病人来诊所需提前线上或电话预约 并说明是否为新冠患者 诊所根据情况对预约病人做出就诊安排 有前来就诊的市民对记者表示 自己住在附近 此前该指定诊所只有新冠患者才能来就诊 如今复偿服务 为居住附近的普通病患带来便利 当天 到该诊所就诊的市民罗女士表示 自己此前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 因此也希望诊所可以在复偿服务的同时 完善对新冠患者和普通病患分流就诊的措施安排 我没中过 这几年幸运没中过 如果大家一起坐在旁边左右 起初都没那么好 我觉得那些是愈弱的 你可以早上三个小时就看病的 后两个小时 去到一点就看中了招的人 最后这样就分流了 在香港市民陈先生看来 普通客门诊的复偿服务 为香港市民带来便利 也为香港社会带来安心 你有门诊好像搞到一些人很例外 因为以前的新冠门诊 门口会有一些环颜 现在没有了环颜 因为以前他要隔离 隔离你始终见到这些都会害怕 你会走远些少 现在没有了 大家都会放心 也都不怕再有感染这些问题 据香港医管局公布的信息 各普通客门诊诊所提供的 偶发性疾病诊诊名额 已增加至每日超过一万个 当中会预留约两千个名额 照顾新冠确诊病人 在有需要时 会调动额外的日间及夜诊备用名额 为新冠确诊病人服务 我们下期见